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而且这么精炼的文字就是经过千百年的这个历史 依然传承到现在表示说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最精华的部分 这么美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来到我们经典用流传 那在这个舞台上准备传唱的经典是哪一首呢 带领大家走进一个民族英雄 文天祥 对 他的一首《过灵丁阳》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流取担心 赵汉青 那么在演唱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听听康老师对这首经典的解读 是 在我身边呢 有这样一本书 这是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按照明代的课本 缩印的文天祥的全集 文山呢 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号 史书记载 文天祥啊 非常的英俊 潇洒 仪态 非常的庄严 他是一个很有志向 很有才华的人 可谓是前途无量 如果他投降了元朝 那更是平步青云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是 文天祥坚决不投降 而且还要散尽家财 招兵买马 抗击援军 他知道 敌众我寡 胜算渺茫 但依然要战斗到底 绝不屈服 因为投降 不是文天祥的 人生选项 而拯救国家 是他的坚定信仰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青啊 岁月流逝 那场战火 早已消失在 历史的云烟当中 可是 这两句诗 永远流了下来 而且深深地刻在了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谢谢康老师的解读 听完康老师的解读 有什么样的感受 热血沸腾 因为这两句诗吧 就是 呈现了一个 就是烈士的气节 但凡 就是有点血性的这种 男儿都应该 把这种情操 时刻挂在心上 因为你 很难不带入去想象 他当时 面朝南方的那种心情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个地方 为当时的英雄 献唱一首 似乎像是 打开了一个纽带 然后 我们后世的人 也献上一份敬意 那这样就让我们 一起来开启 王佑庆的经典 传唱时刻 谢谢 我是经典传唱人 王妖庆 我把顾林丁阳唱给您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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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里山河回你身上 今世记得你一起崩塌的模样 天地成灰 你眼中人有光芒 谢谢 谢谢经典传传人王耀庆 掌声感谢 来 请嘉宾齐掌座 你好 这个作品真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感觉 有几句是拔得非常的高昂 但是整首歌其实还是相当的舒缓的 这样的一个情怀 接到今年有流传的腰约的时候 本来想说像这种古诗词通常配的都是古乐 古风 感觉是这种作品 琴啊或者是琵琶啊 博乐的乐器 没有想到其实当这个作曲 把这个样品做出来的时候 其实非常惊喜 他让人朗朗上口 但是又把他后面加了这段的口白跟解说 很好地还原了他当时的一个状态 让大家都能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 文天祥当时的心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对 一说起林碧阳 我们想起来可能这首歌会是比较硬朗的 比较激昂 比较大气磅礴 但是这首歌并没有这样写 前边主歌部分是文天祥的原诗 副歌部分呢 是我们用现代人的口吻 唱出对文天祥想说出的这样一些话 那从这样一个对话和交流当中 文天祥的这种精神品质 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面前 而且我对刚才台上的很多艺术的处理 印象极为深刻 比如说后面那个 你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停顿 这个其实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已经到了副歌又转调了 然后那么一个澎湃的一种情绪 对 这首歌应该把它这个线条拉长一点 让大家更去回味中间 它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切 对 所以中间你刘白的这一段 实际上是加大了舞台上的这个作品的一种张力 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 这个停顿有拍数吗 还是说你想停多久 就乐队那会儿是等着你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需要整个创作群体的一种默契 这也是现场表演的一种魅力 就是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气场的时候 那是非常享受的 我跟那个廖兄的感觉是一样的 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特别包涛汹涌的一首歌 结果它是一个娓娓道来的 因为文天强当时的境遇 跟很多其他的英雄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时国家尚在 君王尚在 金戈铁马 为国效命 绝不投降 他这个是朝廷已经投降了 他是代表朝廷去跟援军谈判的 结果援军把他给扣住了 扣住之后他又逃脱了 逃脱之后他纠集了一杆人马 来对抗援军 根本没有胜算的 但是文天强不是这样想的 杀神成人舍生取义 我就是做一个忍者 所以他这个 惊中报国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境界是非常高的 他是在这个大都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被关了三年多 在这三年多里头 开始是给他优待 后来是给他虐待 是吧 最后是忽必烈亲自召见他 忽必烈呢 也很想在这个南宋过去的士大夫里头选一些人才嘛 就把他叫他说 你有什么愿望 他说只求一死 绝无在世 我只能效忠一个王朝 我不可能再效忠您 所以他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的不投降 和他的从容就义 绝非一时冲动 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因为在得知要演绎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也请了我身边的朋友 帮我做了历史的还原 史书上面是对他有记载 是明确说了 他是一个翩翩的美男子 记载其实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他身材很魁梧 身材伟岸 第二是形容脸 就美惜如玉 英俊潇洒 风流体躺 就这么回事 又是壮严 然后又做了宰相 那就人生非常完美 家庭又很富裕 但是战火一起 散尽家财 招兵埋马 他跟岳飞不一样 他跟辛吉吉也不一样 他是个文人 那在关键历史关头 他就是一个杀发决断的将军 这个诗里面提到两个地名 一个是黄孔滩头 说黄孔 林丁杨礼探林丁 黄孔滩其实经过考试 说来自于他的家乡 在干水 在江西 所以他是用了这个地名 来陈述一个心情 我就会觉得说 这两个地名用得很巧 因为既说了他的心情 非常惶恐 也说了现在国家的情况 或是他个人的情况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灵丁 对 我觉得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气节 让我们这些 可以骄傲地称自己为 炎黄子孙的 使得我们一再去学习 致敬 然后传承下去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 一种精神密码 是 一件非常非常奇特的事情 就是 文天祥所写的林丁杨 在今天正是港珠澳大桥 经过的地方 但是今天这样一座桥梁 其实它连接的 不仅仅是几个地理位置 它更连接的是中华血脉 文明 精神和思想 以及价值的认同 所以我在想 就像一座桥梁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都连接着过去 立足于当下 延展到未来 今天这一代年轻人 你的生命如何度过 你如何让你的生命 创造出最永恒的价值 如何做好这座桥梁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 交出我们的大卷 谢谢 谢谢经典传唱人 王耀卿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过临叮阳》 再次感谢你带来的 经典传唱作品 接下来 为经典传唱人王耀卿 开启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王耀卿 如果您喜欢这首《过临叮阳》 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 敬想诗词 传唱经典 致敬英雄 我特别感谢作曲老师 用了一个流行音乐 这样的一种编曲 去处理一个 相对来说 严肃的一个古诗词 我觉得很大程度消弭了 我们对于古诗词的这种距离感 如果会喜欢这个音乐呢 也许就会想要知道 这个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特别感谢作曲老师 这次用心做出这么好的一个曲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